教读书为加油站太沉重 何妨说这是一本生活写真书 十年前出版读书会任我游走读书会 开出生命第二春 那时我说参加读书会之后 让我满载生命的律动 因为有风树就律动起来 因为有水鱼就悠游起来 因为有翅膀鸟就飞翔起来 因为参加读书会 生命跟着律动起来 十年后出版读书会加油站 经验是最好的权威 我从参加读书会到带领读书会 后来组织读书会到设计读书会 培训课程 因为尔雅书会成立 因为来访的客人不同 有教师团体 有家长团体 有学生团体 有社区团体 有上班族群 听歌 读读读 绘本 动画 聊时事 看电影 悠游书房 书房悠游 请听 接纳 提问 对话 讨论 回应 每一场戏码 都是愈合 每一次愈合 充满感动 智慧火花 尽在其中 读书会加油站 不是什么叫站手册 我仍然认为 阅读和阅历 是信心的来源 魅力 智在其中 而 书写是最好的整理 记忆和感动 就在其中 譬如 有一张简报 一直放在我的档案夹里 它的题目叫做 总想起 他们下车的背影 被记录的人 有王永庆 赵宁 老穷 吴顺文 赵耀东 黄大成 人生有如列车 每个人有不同的终点 旅途中 有人上车 有人下车 有人离座后 就被遗忘 有人下车后 仍受到同车者的 怀念追想 不记得 不记得是谁描述的背影 他们这样写 既真切存在 又无法触及 既有离别之行 又具离别之情 既有视觉上的感知力 又有情感上的震撼力 我 深有同感 不同的人生 有不同的背影 要被人记得什么 我要留下什么 其实也是人生生命题中 最根本的问题 到底我是谁 提到文天祥 正气歌就出现 提到李白 诗和酒 就是他生命的两大要素 提到林肯 解放黑奴的慈悲胸怀 自然流露 提到松下信之助 日本经营之神的美名在外 提到希特勒 提到拿破仑 提到爱因斯坦 背影成为时间的影像记录者 和见证者 此时让我详起 影帝先生的一首诗 叫做《背影》 诗是这样写的 生命中的每一天 像翻过山头的背影 护制羊 护制牛 护制人 时间可以护制吗 时间不老 会老的是人 以及人组成的世界 拥抱我们的人 最后都成为翻过山头 越行越远 看不见的背影 我们是时间的背影 历史是我们的背影 我可以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是非常好 看不见的 我可以看不见的 所以我可以看不见的 我们是前一天 我们是前一天